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在我的钱包里并没有丢掉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很神秘 有时候还拿出来看看 看上面的字有没有变 潜意识里 我已经把这东西当成手机短信了 如果医生又有状况找我 上面的字就会变 但是现在却已经不见了 我一拍脑门有些明白了 那个小偷绝对不是普通的小偷 这一次也绝对不是偶然事件 他分明就是想把黑色卡片偷走 可这也不对啊 如果那样的话 他完全可以在抢走钱包的时候 就把黑色卡片拿走 丢下钱包 那样的话多半 我也不会追他这么长时间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没事闲的溜达溜达往 还有刚才那个古怪的毛病突然发错 和那小偷又是否会有关系呢 心头再次笼罩一层疑云 我愣在原地想了半天 想不出个头绪 只得摇了摇头 天色已经不早 赶紧回学校吧 我把钱包收好 又检查了一下身上没什么状况 就迈步往前走去 今天是月圆之夜 周围明亮得很 路旁的几盏破路灯 只有一盏是亮的 发出朦胧的昏黄光芒 却在月光下 拉出长长的阴影 显得有些诡异 前方的月光下 一个人走了过来 我暗暗警惕 脚步也放缓了 大概是让医生给折腾的 我现在看见月光 就想起他了 而这偏接露像里 居然出现一个人 奔着我走来 不会又是他吗 这个人走得不快不慢 有点歪歪斜斜的 却似乎也夹着小心 警惕地盯着我 我和这人渐渐接近了 借着月光一看 却是个陌生人 手里还拎个酒瓶子 我不由放下心来 估计这是个罪鬼吧 这条巷子比较狭窄 我和他相交而过 互相还警惕地看了一眼 不过还好 这真是个罪鬼 满身都是酒气 看着我的眼神都是散乱的 这罪鬼的脚步声 已经到了身后 我松了口气 加快脚步 继续往前走去 大约走出去 十多米远左右 我都快忘了那个罪鬼的事情了 却在此时 身后突然传了一声短促的叫声 啊 这声音只发出一半 便戛然而止了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突然打断 我心中一动 立即转身 刚好看见那个罪鬼正靠在墙上 身体软绵绵地 贴着墙壁往下瘫倒 而在他后面的黑暗中 路灯的阴影处 一个黑影极快无比的一闪济世 幸好我现在的精神力大增 目力也远非从前 否则的话 绝对看不见那一闪济世的黑影 几乎是下意识的 我一个剑步就窜了过去 目光一扫 就见那个人的眼睛如死鱼般突出 直勾勾地盯着我 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而他的脖子上有一道割裂的伤口 正在鼓鼓地流出血来 我只看了一眼就知道 这人已经完了 一刀断红 不远处 忽然那黑影又是一闪 竟已是在数十米之外的一盏路灯下 如果不是今晚月圆 光亮如晝 压根就不可能看见 我心头凛然 好快的速度 我刚才跑过来只不过是十米远 而那黑影杀了人之后 只闪了两下 就已经到了数十米外 这到底是什么人 心中念头煞尸闪过 我却没犹豫 看着那黑影消失的方向 撒腿就追 其实我知道 自己未必能追上 只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 当我跑到那路灯下的时候 黑影早已经失去了踪迹 再也没有半点影子了 我心跳有些加速 那黑影就算再快 但这里是笔直的一条巷子 除非它翻墙逃走 否则的话 就算跑得再远 我也可以借着这明亮的月光 看到它的踪影 可刚才 我却是只见到黑影一闪 根本无法确定 它跑哪里去了 诡异 太诡异了 就算这人会武侠小说里的轻功 也不会有这么变态 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做到的 难道又是瞬移 这人莫非是医生 还是他的同伙 我正想到这里 前方数十米出 忽然黑影再闪 这一次 我集中了全部精神 运足目力去看 就看见前方那影子身后 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 我明白了 这并不是瞬移 而是高速移动 所造成的残影 心中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难道说 这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一个午夜恶灵 多败事了 一想到可能是鬼 我反倒冷静了起来 也不像刚才那么紧张的 紧盯着那个残影 然后把鞋脱了 我这么做 是因为突然想到一种追鬼的方法 想要试一试 人追鬼 其实是根本追不上的 香港的鬼片电影里面 演的那种啊 鬼追人 人追鬼 打得热热闹闹的场景 在现实当中 是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人 根本就追不上鬼 都不是一个空间层次的速度 也不是一个量级 道行较深的鬼魂 甚至能瞬息千里 从一个城市 瞬间到另一个城市 怎么追啊 不过我这个方法 却是从网上看来的 说是半夜三经的时候啊 双脚倒穿鞋 然后啊 倒退着 沿墙根行走一百步 就能追上前面的鬼 这个说法的解释是 正着走路 鬼比人快 但倒着走路 人比鬼快 走到一百步的时候 只要一回头 就能看见鬼 这个方法 也适用于那些无聊的 好奇的 想要看见鬼的人 因为鬼总是会在 阴暗的墙根角处活动 所以 这个方法 也仅限于 这种长长的小巷 两旁还要有墙 当下 我飞快的 把左右脚的鞋 反穿 转过了身子 倒退着 往后走去 我小心仔细的 数着步伐 生怕错了 因为 那个方法里说啊 人追鬼 只能走一百步 若是超出一步 就会踏入地狱之门 走上黄泉之路 若是少了一步 那前功尽弃不说 人还会受到损伤 我是一步两步 三步四步 望着天 这可不是歌词啊 这是我真实的 场景写照 因为我根本看不清 后面的行星 只能望着天 但同时 我心里也浮现出 一个奇怪的念头 这个方法 似乎有点不靠谱 如果这样追鬼 把整个背部都对着鬼 能不能追上还是两说 万一呢鬼在背后偷袭 我都不知道啊 但既然已经踏出这一步了 我也只能硬着头皮 往后退 那方法里说呢 少走一步 对人有损伤 不管真假 姑且一信的 我缓缓退后 病气宁神 继续默默数着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九 三十 终于 走到第九十九步的时候 我憋住了一口气 手中悄悄的捏了一枚镇子绝 迈出了最后一步 然后缓缓回头 身后赫然是一道黑影 我心中猛的一惊 仰手就要把这镇子绝打出去 然而定睛一看却愣住了 那黑影根本就不是什么鬼 而是路灯的影子 我瞪时就泄了气 什么人追鬼的方法 白提心吊胆的折腾半天 根本就是扯淡的 看来这网上的东西不靠谱 这回不但没追上 而且连原来的影子都没了 我有些郁闷的把鞋换了过来 往这周围看看呢 摇了摇头 转身往回走 既然追不上鬼 那就抓紧把这个人送医院吧 当然了救过来的可能性基本是零 但是也不能让他在这里报失街头 我刚要转头 却在这时 眼角余光忽然扫到了路灯上面 爬下一个人来 我心中一惊 忙退了两步 定睛看去 就见到路灯上面 果然有一个人 缓缓的从上面倒着爬下来 这人长发倒垂 面无表情 黑色的瞳孔扩大 射出冰冷的目光 死死的盯着我 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居然是个女的 而且还挺好看 浑身包裹在一件黑色紧身衣里 凹凸珑 身材火辣 看着既性感又迷人 只可惜了 他要是站在那里 我说不定还会对他动一下心 可他这么倒着从路灯上爬下来 毫无生气的看着我 活脱脱的就像一个午夜凶灵 而手上的指甲尖又尖又立 足有寸许长 竟深深的抓住路灯灯杆里 让人看了 心里毛骨悚然 你是谁 为什么要害人 我警惕的问道 虽然他可能根本不会回答 这不知是人是鬼的黑衣女 仍然死盯着我 果然没有回答 却突然张开了嘴 露出满嘴尖牙 面目瞬间变得猙獰起来 然后身子一躬 突然从路灯上跳了下来 我忙要退了两步 就见这黑衣女翻身落地 却是腰身弯弓 手脚抓地 昂着头 目光凶狠 喉咙中发出呜吼声 就像猛兽在面对敌人一样 这究竟是什么人 怎么如此怪异 而且给人的感觉并不是恶鬼 倒有些像一只凶狂的野猫 我是一头雾水 搞不清情况 而这黑衣女 身子弓得越发厉害 头发散乱 竟像是要根根榨起似的 连连对着我吼叫不止 似乎马上就要冲上来发动攻击 我再次退了两步 悄悄地戴上血鱼斑纸 顺便摸出了几张符 看来这次的情况不同寻常 不管她是人是鬼还是妖 我可要小心一点 别被她的利爪一击断吼 很快我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和她对峙起来 而这黑衣女越发的凶狂 吼叫不断 活像是一只小猫遇见了危险的表现 我有些纳闷 我看起来难道很危险吗 忽然 我发现了不对的地方 这黑衣女虽然看着死死的盯着我在叫 但实际上目光却好像是在斜势上方45度 我忽然明白了 她看的根本不是我 而是我身后斜上方 我只觉头皮瞬间一麻 急忙转过身去 想要看看我身后究竟有什么 但就在这时 那黑衣女忽然一声怪叫 猛地扑了上来 我下意识的一侧头 只觉一股疾风扑面 这黑衣女的动作居然是快速绝伦 甚至我根本都没看清 她是怎么扑过来的 一股疯过后 急忙转头看 她已经扑上了旁边的墙头 右爪一挥 嗷的一声叫 就往空中抓去 她的目标果然并不是我 就见到空中一阵波纹闪动 居然出现一个人类 却是亮腔地从墙头翻落在地 顶睛一看 这人身穿蓝衣 面目普通 大腿上被黑衣女抓出一道伤口 落地后一个亮脚 满眼都是很利 手中却是抓着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 上面似乎有许多孔洞 丝丝烟雾 从中溢出 和那黑衣女对峙起来 我远远地退开 这俩人 谁都没有多看我一眼 很明显 这事跟我无关 我还自以为我是主角 原来在别人的故事里 我也只是个旁观者而已 那人手中的怪石里面 烟雾越来越多 几乎要将他的身体淹没 黑衣女 嗷又是一声叫 身子一弓再次扑上 跟之前的动作一样 右爪一挥 快如闪电般地抓向烟雾之中 但那人的身体在烟雾中 仿佛消失了 同时 一道烟雾迅急地往远处逃去 黑衣女一爪落空 整个人倒翻而回 却是毫不停顿 刚一落地 身形再起 换了个方向 拦截住那道烟雾 仍然是一爪挥出 只是这一次 却好像也落了空 那烟雾再次逃窜 黑衣女再次翻回 继续出击 动作快速地 比电影快镜头 还要快上许多 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 眨眼间 就已经连续攻击了九次 而在原地出现了九道残影 把那个蓝衣人围在其中 那烟雾四处逃窜 却都没能逃出 被黑衣女的九道残影 牢牢困住 最后 黑衣女高高跃起 凌空下击 只听烟雾中 砰的一声响 一个人影随即跌出 身形亮强 手捧着喉咙噩噩发声 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却向我这边伸出了手 似乎想要说什么 但却随地扑通 翻倒在地 抽搐复下就不动了 我心中惊讶 就见那个黑衣女 一个倒翻 仍然是四肢着地 嘶牙咧嘴地 瞪着那蓝衣人 缓缓走近 转动头颅看了看 似乎确认了 蓝衣人已经死亡 这才伸手抓过 吊在地上的那块石头 塞进怀里 又冲着蓝衣人 嘀吼住声 便缓缓退后 到了墙角的时候 突然抬头 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随即 又是一声嘀吼 身形猛然窜起 三两下 就上了墙头 再一闪 就彻底地消失在了夜空之中 我站在原地 一动都没动 看着这简单而直接 又残酷的血腥刺杀场景 心跳加速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很显然 那黑衣女的目的 就是蓝衣人手里的怪石 至于我 只是一个路过的而已 她潜伏在黑暗中 只是等待 某时某地 要从这里经过的某人 而那个罪鬼 手当其冲 刚好在那个时候 走了过去 所以 我想应该是被误杀的 否则是黑衣女 也不会放过了 目击着整个过程的我 夜空中一片寂静 刚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实际上 只是短短的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发生的事 我定了定神 跑了出去 俯身查看 这蓝衣人 也是被一击断喉 伤口翻卷的可怕 那黑衣女的尖爪 应该是整个刺入 又快又狠 一瞬间 把颈部动脉和气管 同时割断 现在这人 已经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只是这个人的身份 我却看不出来 他穿的衣服 其实也很怪异 一件蓝补外衣 一条蓝裤子 腰间竖了一条黑色带子 根本不像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 而他扑倒在地 眼睛还直勾勾的瞪着 一只手握得紧紧的 我想了起来 刚才他扑倒的时候 曾经往我这边看过一眼 似乎想要求救 同时还有一个伸手的动作 而此刻 他又紧握着拳头 依然伸向我的方向 我心中不由一动 难道他是有什么事情 或者东西 想要交代 一念及此 我忙往他的手掌上看去 却一眼就发现 在他带血的指缝之间 隐约露出半根红绳 他的手中一定有什么东西 我小心翼翼的抬起了他的手 一根一根的掰开他的手指 颇为费了点力气 最后在他的手中 我发现了一枚铜钱 是的 一枚铜钱 上面还有半根断裂的红绳 很显然 这是他在最后的关头 紧急扯断的 或许他是想握在手中 隐藏起来 或许他是想在最后一刻 远远丢出 但无论如何 他的目的很明显 不愿让这铜钱 被那黑衣女拿走 又或者 他也是想把这铜钱丢给我 让我带走 他人已经死了 他最后的真实想法和念头 我已经不可能知道 我皱着眉 小心捏起他手中的红绳 把那铜钱放在眼前 仔细观察着 却忽然想了起来 医圣也有类似这样的铜钱 只不过医圣有两枚 而他似乎只有一枚 想起医圣 我顿时就对着铜钱产生了兴趣 既然这兰衣人死前 把这东西看得很重要 甚至连那块怪石都没在意 任凭那黑衣女拿走 只是保护这枚铜钱 那就说明了 这铜钱是很重要的东西 说不定 这蓝衣人也是医圣门派中的人 只要我查明了这铜钱的来历 也许医圣的秘密就能解开了 想到这里我精神不由为之一阵 有心想要仔细看看这铜钱 但却改变了主意 此时此刻 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再说刚刚死了两个人 如果一旦有人过来 那我就解释不清了 再说万一那个黑衣女突然杀回来 我也未必是她对手 一想起她那如鬼魅的身法 野兽般凌厉的攻击 我就觉得一阵不寒而栗 我瞬间就决定了 赶紧撤离这个是非之地 我把那枚铜钱贴身收好 裹紧了衣服 然后换了个方向 加快脚步往外跑去 七拐八绕了一阵 总算是走出了这一片 如同迷宫般的老城胡同 路边有杂货店 我刚想进去打个电话 好歹报个警 总不能让那两个人 就在街头躺着 不过走到店门口的时候 却停住了脚步 仔细想了想 那两个人反正已经死了 我就是打了电话 也救不活他们 反而给自己惹麻烦 算了 回学校吧 我到底还是没有打这个电话 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 想要回学校 却没想到 那司机一听说我要出城 死活都不肯去 一脚油门就扬长而去了 我倒也没意外 这么晚的出城 肯定是有风险 司机大部分都不愿意再出去 再说啊 回来的路上也是空跑 白打油钱 我没有气馁 他不去 总会有人去的 一会儿我就多付点车钱 就不信没人动心 可我没想到的是 我在街边游逛了半个多钟头啊 起码拦了有七八辆车 都没人肯带我去 我大为奇怪 于是啊 下一辆车过来的时候 我就试探着说 师父啊 我不出城 我到城边能去不 其实我心里想着 如果实在是出不了城 我就去城边找南宫飞燕 但没想到 连城边人家都不去 这司机只是抬头看了我一眼 就使劲摇了摇头 一脚油门 轰鸣 溜之大吉 看着他那表情 就跟见了鬼子的 我不由得纳闷 我长得虽然不是帅得一塌糊涂吧 但好歹啊 也算是看得顺眼的一类 而且我已经尽量的堆积笑脸 人畜无害了 他们一个个的都跑什么呢 想起那司机的表情 我忽然就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说我身后跟着一个鬼 猛的回头一看 身后空空荡荡的 别说鬼 野猫都没有一只 脑中闪过野猫这俩字 不由又是一阵别扭 下意识的一低头 却顿时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异常 原来我胸口上 还有手掌和袖子上 居然都沾了鲜血 我忙找个街边的橱窗啊 对着玻璃照了照 就自己现在这副模样啊 在黑夜中看上去 活脱脱就像个杀人犯 难怪没人肯让我上车 我恍然想了起来 这血迹应该是在那 蓝衣人身上蹭到的 我不有苦笑 看来我最好还是 赶紧收拾一下 不然一会儿 遇到夜巡的 搞不好就得把我抓起来 正想到这里 远处却又远远的 过来一辆车 那车的周围 一片夜雾朦胧 竟连声音都几乎没有发出 眨眼间就到了近前 我一看车牌号 不由笑了 尾号四位数 3721 正是那个黄泉百度人 柯南